ChangePT选出来的股票竟然涨这么多 迄今为止一个涨了266% 一个涨了209% 问题是我们当然不可能买在最低点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用我在这部影片教你的方法买进 也分别有144%以及116%的账面盈利了 而且股价还在上升趋势中 换句话说它还在继续的上涨 最终的盈利还不止如此 那ChangePT到底是选了什么股这么厉害 更狠的来了 它不只选了两只涨这么多的股票 它选出来的可是一拦指的都在大涨的股票 跟令人兴奋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些股票它不是一起涨一起结束 而是像接力赛一样轮番上涨 那ChangePT到底是选了哪一些股 怎么选的 我是施魂 带你用简单的方法 获得有确定性的投资结果 稳稳赚钱 欢迎你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每周更新的精彩影片了 问题是很多人都试过啦 如果我们是直接请ChangePT为我们选股 给我们投资建议或投资组合的推荐 会被拒绝啊 必须要套路它才行 但是套路它并不可靠 因为GPT随时会改变规则 套路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失效 我接下来将会带你一步一步了解我是如何让ChangePT为我选股的 这个方法选出来的股票将来必成为热门股 最好不要等到它已经成为热门了才来买哦 要买就买在它还不热的时候 此外啊我还要教你一招 让你不断挖掘到源源不绝的将来会成为大热门的股票 我教你的是整个底层思路 让你不管是什么市场买卖股票都能够适用 而且这一套思路也适用于交易外汇加密货币以及大宗商品的期货 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能够看透的话 绝对会让你立刻获得投资的收益 影片的结尾我也会送你一个重磅的福利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 看完今天的影片你会非常的清晰知道 该买什么怎么买以及怎么卖的完整流程 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完整的买股指南 你绝对会大有收获 你有没有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只是故事的主角换了人 每一次股市的大涨总是会有某个题材所带动 比如说最近这一阵子最热门最火的题材 当然就是AI是Charge GBT概念股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要如何预先知道要注意哪一个题材会发酵 而且一定要是在题材大热以前就买好买满逢低布局了 而不是等到题材大热以后才来追涨杀跌 除此之外最好还能够做到 总是能够在每一次的题材刚酝酿的时候 换句话说还没被炒作以前就领先抓到机会 这是炒股赚钱 而且是持续赚钱最重要的核心 我是施魂作为一个操盘手和操盘教练 我在过去十几年里帮助大量的人 从完全不懂交易到可以轻松涉略股市 外汇保证金 期货和加密货币的交易里取得快速的收益提升 我见过了大量的交易者的案例 大家总是在等到题材大热以后 媒体大肆报导之后才惊觉好像错过了 赶紧上车啊 结果往往只能搭上末班车 甚至正准备要掉头的列车了 可是问题是如果不等到题材大热 不等媒体竞相报导 要怎样才能够预知到哪一个题材将会热门啊 还有啊 如果这个题材不是已经很明显在上涨了 又要如何预知它将来会涨啊 我们一般散户要如何才能够像机构的交易员一样 总是能够先嗅到哪一个题材会涨 甚至比他们更早就发现机会呢 那今天的四魂超盘手攻略要为你分享 我是如何发现机会的详细流程 既然你错过了这一波的ChargeGPT热潮 错过了英伟达NVIDIA 超微半导体AMD这些标股了 那你该如何掌握 而且是领先掌握到下一波的机会呢 我就以这一波的ChargeGPT题材为例 做详尽的解说 并且呢 为你讲透它的底层逻辑 目的是帮助你顺利地掌握 此后的新题材 新机会 主要分为四步 分别是 找到源头 从源头一探究竟 缩小范围 锁定目标 找出关键性 关注热点 找出下游 掌握源源不绝的轮展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步 找到源头 从源头一探究竟 这门题材是来自于哪一个特定的股票族群呢 通常我们可以从源头市场来锁定 那源头是什么呢 一般就是股票市场的各大指数 尤其是美国的市场 总会领先全球反应 我每天必看的不是各国 而是各大指数 例如NASDAQ 道琼工业指数 标普500 费成半导体 美元指数等等 再来才是各国的大盘指数 比如这一波的AI概念股 其实是自从去年2022年11月以来 就因为XGBT的横空出市而起涨了 并且在今年2023年的第一季度就发动了 我们从这四大指数分别是NASDAQ 道琼工业指数 标普500 费成半导体可以看出啊 这个时候NASDAQ 标普500以及费成半导体 就已经形成上升趋势 唯独道琼工业指数还没有哦 只是一个反弹的波动 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 这一波行情是跟科技业比较相关的 因为啊 NASDAQ以及费成半导体都有大涨 在当时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 标普500跟道琼工业指数 在此之前呢 都是神同步啊 但是此后 标普500跟道琼工业指数却分到扬标了 反而标普500跟NASDAQ的走势比较相似 于是呢 我便进一步的推断 带动这一波上涨的股票 不但是科技相关的 而且是大型股或蓝筹股 换句话说 同时是NASDAQ100成分股 也是标普500成分股在动 完成第一步之后 再来第二步就是缩小范围锁定目标 NASDAQ跟标普500重叠的有哪一些股票呢 这要花很多时间去查找资料吧 以前真的是很难啊 但现在可简单多了 因为这么繁杂的任务就交给AI来做啊 例如我问Bing AI 有哪些股票同时是NASDAQ跟标普500成分股呢 请用Table列出市值最高的10个 于是呢 他马上就给我乖乖的列表列出来了 然后对照验证一下 确实是这些蓝筹股在动耶 然后接下来第三步 找出关联性关注热点 英伟达 脸书 谷歌 微软等等公司 有的是硬体 有的是软体 这些公司放在一起 不难联想到 是跟AI有关联的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做法 就是随时注意热点 注意 我这里说的是针对某个主题的热点 而不是全世界媒体竞相报导 某些股票大涨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股票不是已经炒太高 就是已经涨完随时要反转的时候了 比如说 自从去年2022年底开始 ChargePT就已经是各大媒体的宠儿 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这个时候 主要都在讨论 AI怎么影响现在的生活啦 怎么改变未来的生活啊 对其概念股的讨论还不算太热 这个时候是开始留意 有哪一些股票族群 是有关联的最佳时机 好 问题是 我们怎么知道 ChargePT跟股票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自行搜索之外 也可以直接问ChargePT 我使用的prom是 有哪一些公司是属于 ChargePT的概念股 请用table列出 同时列出产品名称 公司股票名称 以及公司上市交易所的名称 我喜欢用列表的方式 所以关键字一定有table 请AI用表格的方式来列出 再来就根据我们需要知道的资料 请它列在表格中 比如公司股票名称 产品名称等等 如果你没有ChargePT账号的话 也可以用微软的bing 效果是一样的 重点是免费 此外你也可以锁定 你有在交易的市场 比如说我想知道台湾的 ChargePT概念股有哪一些 我用bingAI询问 这是它给我的回复 非常有效率哦 好 接下来就是找出下游 掌握远远不绝的轮展机会 一个热门题材 推动的不只是单一的市场 而是它往往会同时带动整个产业链 但有的产业 它产业牵扯的太多 结构太复杂 如果不懂产业分析 要如何梳理出题材涉及的产业链条 太难了吧 方法就是从源头找分支 比如我们都知道 ChargePT概念股有NVIDIA 那NVIDIA的晶片又是谁为它制造的 涉及哪一些公司 换句话说 NVIDIA也有NVIDIA概念股 所以我用一样的prompt 把问题从ChargePT概念股 改成NVIDIA概念股 它就帮我列出来啦 是不是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那找出下游或整个产业链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太明显了 只要掌握这个诀窍 就能够掌握源源不绝的赚钱机会啊 因为不同族群的股票 它们不会同时一起涨一起跌 而会在不同的时间轮方上涨 如果能够掌握它们的发动时机 就能够实现无缝接轨 好现在我们选好题材 也知道产业链的关系 那接下来重点来啦 怎么选股啊 更进一步的说 怎么知道该选哪一些族群类股 或者哪些股票是现在要涨的 哪一些还需要等一等 不要买了就不会动 眼睁睁看着别人的股票一直飞涨 而自己手上的股票不动如山啊 还有哪一些股票早就涨高了 不适合去追高 以免一买就泡 所以重点来了 接下来我就要教你哪一些族群 以及哪一些股票是现在适合买 会立即涨的 不会买太早也不会太迟的 关键就在于时机 这两种时机都要搞清楚才行哦 主要两个步骤 分别是选择模式 以及扣斗板机的时机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择模式 什么意思啊 同样是抄底 也是要看逆势操作还是顺势操作哦 比如说啊 假设我们在2023年的1月就打算抄底 Chargept的概念股 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包括纳斯达克指数啊 以及英伟达谷歌等等多个股票都还没有形成上升趋势 唯有脸书已经在上升趋势了 那如果是要操作英伟达谷歌等这一类的股票 就要用逆势操作的方式去抄底 那如果是做脸书这一种呢 就要用顺势操作的方式去抄底 千万不要搞错哦 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偏好一种操作模式 在选股上就要选择适合这种模式的股票啊 比如说你偏好逆势操底 那你就可以选英伟达或谷歌 否则的话你就要选脸书 再来第二个就是扣动板机的时机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精准抓到股票要开始大涨的时机点 请你看这张图 从股价已经上涨了 再回头来看 我们会觉得他们都涨得很像啊 会以为都是一起涨一起跌 但是事实上 他们都是不同的时间点上涨的哦 那接下来你看哦 英伟达是今年2023年的2月发动上涨的 而苹果呢是4月 脸书最早 是1月就上涨了 所以更有效的利用越滚越大 好最重要的来咯 怎么知道股价什么时机点要涨 怎么知道什么时机点该买哪一只股啊 换句话说啊 怎么知道1月买脸书 2月买英伟达 3月买苹果 5月买谷歌或特斯拉 我教你一个方法 不但能够抓到每一只股刚好要大涨的时机 更狠的是更早更领先就能够买进 坐等机构来帮我们抬轿 首先我们要先从这个源头看起 源头就是指数 无论是S&P标普500还是纳斯达克 我们早在2023年的1月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说这个指数有机会 有迹象形成上升趋势要上涨 那问题是怎么判断说这个指数 它有机会有迹象要上涨呢 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你任何你所学过的任何的技术 用来判断趋势反转的技术都可以拿来使用 当然如果你是用这个 四环MJ指标来判断的话 更加简单 只要三个步骤把你写下来 而且你用四环MJ指标的话会更加的领先 我示范给你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判断趋势的破坏 趋势的破坏很简单 只要看到出现蓝色K线就可以 不用划任何趋势线 或者任何的这个技术的判断 你只要看到蓝色的K线就表示趋势被破坏 好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就是 等这个股价或者是指数回调 低于0.5以下 低于0.5以下 另外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这个指数呢 它在下跌的过程中 绝对不能再破底 不破底的意思就是说下跌的过程中的低点 绝对不能低于前面这个起涨的低点 如果说下跌的过程中 这个股价或指数有低于前面的起涨低点的话 就表示又回到下跌趋势了 这样子就不合格 所以呢我们要要求它有回调到0.5以下 而且不过底 再来第三个步骤 很简单 跟第一个步骤一样 就是判断蓝色的K线就可以了 好那万一啊 第一个步骤 趋势破坏形成蓝色K线之后 结果第二个步骤 它一直都没有回到0.5以下 结果呢股价又继续的上涨 或者指数继续的噴出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符号 叫做钻石符号 就是这一个 出现一个菱形钻石符号 就表示即便它没有回到0.5以下 只要出现钻石的符号 也一样可以满足第三个条件 好示范一下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NASDAQ可以判断的出来 首先第一个步骤变成蓝色的K线 好第二个步骤 等它回调0.5以下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Fibonacci来判断 所以呢它有跌到0.5以下 而且它没有再破底 没有低于前面的起掌低点 所以呢它是完全合格的 再来第三个步骤 只要再度出现蓝色的K线 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留意 这个NASDAQ相关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普500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 标普500第一个步骤变成蓝色K线 第二个步骤我们等它回调0.5以下 所以它有低于0.5 然后呢再来等第三个步骤 出现蓝色的K线 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 标普500跟NASDAQ彼此有重叠的这些股票 比如说META META这只股票 就是Facebook脸书这只股票 它就是属于这种 第一个步骤出现蓝色K线之后 股价拉回调的过程中 没有破底 但是它也没有跌到0.5以下 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在单下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它究竟会先跌到0.5以下 还是它会直接上涨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看两个关键 一个就是跌到0.5以下 如果它跌到0.5以下 我们就交给蓝色K线 如果它没有跌到0.5以下 它一直维持着蓝色K线 都没有再度的这个形成五红K线 然后再回到蓝色K线的话 怎么办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判断这一个钻石符号 我示范给你看就知道 比如说在单下这个期间 我们不知道说 它究竟会不会跌到0.5以下 或者它会出现钻石的符号 所以我们接着就观察究竟哪一个先发生就可以了 出现了这个钻石的符号就表示说 这支股票它已经满足了条件 已经产生了买点 这个是在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我们再来看 刚才我们看到说 如果你是用123把折的话 去看这个NVIDIA 它是在2月的时候产生买点 事实上NVIDIA如果你是用这一套方法 用MJ指标的话 它会更早在1月的时候就可以闷进 NVIDIA第一步骤蓝色K线 第二步骤形成这个回调到0.5以下 它有跌到0.5以下 然后呢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不用判断这个钻石符号 你只要看到有再度出现蓝色的K线就可以了 所以呢 接下来等出现蓝色K线在1月初 就是1月中旬之前就已经先发生 而不是等到2月的时候才出现门点 所以它会更加的领先 那接下来呢 还有比如说这个后续 还有Apple Apple出现蓝色K线 回调没有低于0.5 所以我们就要观察这个钻石的股号 这个是在3月的时候 所以呢 持续都有股票可以操作 几乎每个月都有股票可以操作 比如说亚马逊 亚马逊这个蓝色K线 然后呢 回调有超过0.5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不交给这个 钻石符号 只要判断蓝色K线就可以了 出现蓝色K线在3月的时候 所以几乎每个月都有这个轮轮的机会 再比如说特斯拉 特斯拉 1月 出现蓝色K线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回调 低于0.5 它有满足 回调低于0.5 所以接下来就交给蓝色K线 5月的时候 5月又有一段上涨的机会 所以几乎每个月都可以操作 那今天是6月14号 我在这个录制的时候是在6月14号 那6月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观察 比如说Intel Intel 蓝色K线 第一个步骤 接下来回调有低于0.5 低于0.5 好 接下来第三步骤 形成蓝色的K线 所以它在6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有机会上升 就是这样子去操作 那详细的步骤呢 那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解说 就是这么的简单 我们总会很羡慕大型机构啊 由我们一般散户所 无法企及的大资源 能够抓到题材发酵的机会 但其实我们普通人 只要掌握一些简单的方法 也能够做到完全不亚于 大机构的表现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哦 而且我们的方法更轻松 更简单 甚至更领先 你掌握了这个底层逻辑之后 日后就能够不断的挖掘到 更远远不绝的 稳稳赚钱的机会了 掌握了赚钱的机会还不够 你还需要提高交易胜率 规避风险 那为此呢 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交易秘籍 传送你在不确定时期 能够把交易胜率提升 80%的五个诀窍 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份秘籍 请参考点击资讯描述栏的连结下载 另外 除了上面范例讲到的方法之外 有没有更加直观的方法 能够判断我们现在该不该买 是不是现在买 放多少餐位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 但很准确的方法 可以明确地做出判断 让你获得有确定性的结果 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场价值 超过1000美金的线上直播客 在直播里 我还要为你准备大量的实用的工具和指标 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描述区 看到我给你准备的一个 限时免费的线上课程 一定可以帮你获得确定的结果 我是施魂 带你用简单的方法 获得有确定性的投资结果 稳稳赚钱 我在台湾出版过四本的技术分析书籍 是超盘手同时也是超盘教练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客服每一个交易的时候 会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如果你对这些书籍有兴趣的话 请参考描述栏的说明 所以我未来会继续的在这个频道里 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确定性的 从投资里赚到钱的思路 那今天的内容你怎么看待呢 也欢迎随时跟我互动留言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最后 四魂真心祝福每一位关注我的朋友们 超盘得心应手 一起加油